大家好,我是夕阳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酱大骨 我们要选择新鲜肉多的猪腿骨 这里是两公斤 先把猪腿骨 注意泡一个小时以上 时间长点有助于泡出血水 让肉质更加鲜美 在锅中加入凉水 放入泡好的猪腿骨焯水 同时在锅中放入葱段、姜片、料酒 焯水五分钟左右 撇去浮沫 捞出打骨,仔细清洗干净 我们先来调个卤水 在锅中加入食用油 把香料倒入锅中煸出香味 我做了个配料 放在视频中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放入黄豆酱 甜面酱 把葉味固化 加入准备用油 树、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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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抽提鲜 老抽上色 这样谷水就调好了 把大骨放入卤水中 大火烧开后 转小火 焖煮两个小时 等香气扑鼻而来的时候 姜大鼓就已经做好了 可以看到汁水已经停留了 这时候还往火收一下汁 出锅前尝一下味道 如果不够咸可以加一些盐调味 炖的浓油炙酱的酱大鼓 无论是配米饭还是喝酒 都非常适合 浓郁的汤汁拌在米饭里 简直太香了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大料和酱料的香味 已经充分融入了肉里 所以大鼓看起来整体色泽油润 带着微微的酱红色 大鼓捞出后 剩下的卤汤用来拌面条 或者浇米饭吃 简直是人间美味 为了吃过瘾 今天即下的面条油炙了米饭 各种吃法都不错过 吃货是真不怕费食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请帮我点赞加订阅 谢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